请部长市长给红包 祝我们台南铁路地下化开工顺利 大吉大利 暂时铁路第二个的港帝三月十月号 这天是流在市场 不只有市场卢青铁和副市场吴总龙张正元 与党卢美国立委任准显业议党王顶友含着 前副市长兰孙党 以及拙拙的民意代表台湘乡亲 要交通部长赫承担 替港局长吴湘宗林也都来到现场 大家都是碰到欢喜的心情 作为来为大台南的铁路第二个化 进行开工人头的电影 大市长在在讲话的时候 首先来感谢了中央的中官 以及立法委员到三天 让台南市盼了二十几档的铁路第二个化 达出了历史上的一步 台南市铁路地下化 在今天又踏出历史性的一步 我们非常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持 也希望这个重大工程 能够如起如止完工 不仅仅缝合台南市的都市景观 让台南市可以持续进步 也可以一并解决 百年来再评较到 发生不知繁极的意外 不会再度产生 当时呢 热市长也来共调 对着要小部分反对的组合 市府也提出了照顾方案 希望港帝对着祖父的冲击 并且与祖父不断来交通 虽然绝大多数的居民都已经同意 反对的只是少数人 但是我们看到他们 常年辛苦的在抗争 其实也很不舍 但是呢 主要是因为说 他们所提出的版本 相较于行政院核定的版本 并没有比较好 不但工程方法复杂 时间更长 经费更多也更危险 甚至于呢还要拆更多的房子 古迹也没有办法保存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一方面一定要配合中央的重大政策 持续来推动 另外我们台湾市政府也提出了照顾方案 希望能够冲击 将到最少 包括照顾住宅 包括提高他们的房子 未来重建的时候的建壁力 跟这个容积力 那后续呢 我们会持续跟他们沟通 说明 希望让这个重大建设 台湾市各界 期待许久的重大建设 在进行的时候 能够将冲击降到最低 也能够在一个 比较高兴的氛围之下 去推动这个重大建设 让他们不至于满意 接受 至少呢也不要有遗憾 高党部长赫晨诞是说 它是在台南大线 对台南有尽压的感情 它在当中来省略 一定会把台南 替路第一发的工程品质 都市逢合到 历史的文书这三个书 做得最好 那我也希望 今天的铁股地下画 代表的是一个骨干 但是也透过今后 交通部在公共运输上面 给台南市来发展 绿色运输上面的支持呢 希望能够把这样一个梦 继续能够实现下去 所以我想我这个再度强调 不管是作为过去的老市民 对于台南的回忆 以及今天在工作上面 所可以有的结合 我希望在我们的工程团队上面 我们的绿色运输上面 以及我们的都市缝合上面 能够来继续 帮助台南市 也落实我自己 过去小时候成长 对台南永远的那个 非常美好的梦 继续能够实现 美丽船开续平安 8.23公里的铁路地下法康庭 在完工之后可以消除市区到它的边口桌 8的地下桌 两位铁球和三位楼球 同时 台南池山 这个高极也会保存 里面铁路分为东西两边的市区 将会带来不一样的市用警官 提供生活平静 带动铁市的欢迎观点